可以看到在嘉義的鹿草箱這裡 這個水煙馬路幾乎都看不到路面了 成了泥流了 而消防局也出動橡皮艇進行 持續的救援當中 運有多位的村民目前還受困在家裡面 因為水煙越來越高了 幾乎已經超過了小腿肚的部份 因為在這個海平颱風 雖然在清晨4點多的時候出海 但是嘉義線的雨量依舊是超大 已經造成巴掌膝暴漲 因此也出現了異流的狀況 而在周邊的鹿草箱的後階村 南京大排西也整個暴漲溢出來 倒進周邊的村莊出現了淹水狀況 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到這裡有啊 越來越高了 你的包含桌裡面還有人沒受困 要準備進去 總統你們將從早上到現在 已經撤退了幾個人 已經請攻守預防性疏散了 現在還有很多人被我們做出來了 我們陸陸續續的再做出 一早五點多要出門的時候 發現這水直接淹進家裡來 而且還持續不斷的暴漲上去 越來越高 因此呢消防人員是趕緊出動了 橡皮艇要進行逐一的撤離的動作 而鄉長也提醒喔 因為這個巴掌溪議題的部分 鄉內有很多的橋樑 還有道路都已經封閉要提醒呢 附近居民不要靠近前往 一早天亮看到消防人員呢 是出動了橡皮艇 因為在嘉義水上的一新村 那邊呢 現在有十多位的村民受困 必須呢 這個水淹到了胸部以上 根本沒有辦法進出家門 所以消防人員呢 是出動了橡皮艇呢 一早是展開救援行動 到底昨天晚上下了多大了 我們看一下當地居民的說法 昨天風雨很大 然後兩點多的時候 我們的那個通合橋 有有 就是有拉風手線了 然後三點多 三四點的時候有民眾 就傳來給我說 他們裡面都淹捨 比去年還要嚴重 更加嚴重 對啊 由於這個地方呢 是臨近的赤嵐溪 因為呢 昨天晚上呢 因為凱米颱風的關係 開始下起了滂沱大雨 這雨勢來得又急又快 導致呢 溪水暴漲 整個滿溢到了路面上來 整個呢 是淹到了這個村子裡面去 導致呢 住在比較低洼的地方呢 是這個住家水深呢 是到了胸部以上 根本沒有辦法呢 下樓來 因此呢 是暫時躲在二樓 三樓以上的地方呢 是等待救援當中 因為呢 這個溪水的暴漲 導致這個水勢也沒有辦法 一下子給退去 因此出動的橡皮艇 現在要瞭解受困的居民 是否要出來 還是有任何物資的需求 這是受困者的視角 他們是輸浸工程包商的保全人員 颱風店負責留守在當地的輸浸點 看管機械 隨時回報狀況 他們清晨四點多 看著小怪手外出去查探水晶 沒想到這時候突然吸水暴漲了 因此自己被圍困 沒有辦法出來向外求救 一九派人前往救援 也出動了橡皮艇等工具 不過查看現場之後發現 可以透過大怪手把人救過來 因此利用公司的大怪手 進行接駁 把兩名保全人員順利救了回來 他們沒有受傷 說不用就醫 上來了 上來一點 你可不可以讓他下來再說 他都要你下來了 這是四合局外包輸浸工程 颱風天派人留守 同時要回叛災情 他們天一亮 看著小怪手去查看的時候 被吸水給圍困 還好及時救出了 看病態風過境為中部地區帶來了一夜的豪大雨 位在南投市綠美橋旁邊的貓羅西 也因為大雨造成吸水暴漲 在一夜之間越過的堤防 附近的居民一早起來 簡直都傻眼了 因為在堤防外有一個汽車駕訓班 而這個前面還有一個很大的停車廣場 整個吸水慢的過來 裡頭包括了這個駕訓班的車輛 還有一般民眾停在這邊的車 將近50步 甚至還有這個駕訓班的小巴士 通通都被泡在吸水裡頭 有民眾試圖想把自己的愛車開出去 但是因為這越過堤防的吸水 大約將近一個輪胎高 甚至比較低派的地區 水都已經慢到車頭去了 由這個駕駛想把車開出去 剛好開到積水深的地方 也卡住動彈不得 當地區民說這個南投市綠美橋 其實住在這邊這麼多年了 幾乎沒有看過這個吸水 越過堤防的 沒想到這一次凱米颱風過境 帶來了一夜的豪雨 也造成這個吸水暴漲 那麼民眾一開始很放心 把車停在這個停車場 沒想到一夜之間 居然因此泡了水 水塔隨著水流飄過 旁邊還有大大小小的石塊 馬路撐了小溪 民眾家門外已經看不到柏油露面 直接變成一片汪洋 這個現在沒有讓水都已經淹淨到我的 看了看腳下水已經沒過膝蓋 淹水情況相當嚴重 宜蘭大同鄉南山村 有街道直接被沖刷的土石 占滿車輛完全無法通行 淹水的地方甚至還有各式各樣的漂流物 另外在圓山鄉七賢村 更是有民眾家裡一樓全都泡水 外面道路也全是黃沉沉的水流 民眾表示24號傍晚5點開始淹水 短短不到一個小時水深就高達50公分 只能爬到高處頂樓斷電避難 而三星鄉有行動不便的民眾 因為淹水得要撤離房屋 消防人出動兩艘橡皮艇協助撤離 台米颱風中心雖然已經出海 但在24號晚上路徑受到地形影響 不斷繞圈偏折打轉 而宜蘭東面向海周圍又三面環山 形狀就像一個本機 於是來了中央山脈又把雨擋住 集中倒回宜蘭平原 地形的關係兩年前的泥沙颱風 也曾發生過嚴重水災 當時疑似是西州的閘門 沒有即時關閉 因此民眾也懷疑 這次是否又類似情況 不過第一河川分數也表示 24號傍晚5點 閘門就已經自動關閉 淹水嚴重的地區 現場也都有吊派增加抽水機 只是等到風雨過去 相關單位也要好好審視 宜蘭的水土保持和水利建設 TVBS新聞家 陳蘭廷 宜蘭採訪報導 好的 大概高雄市區 從快六點開始下起了滂沱大雨 而這好雨不斷導致在 高雄市區的中正交流道的渣道口 積水 積水的高度 是超過了半個輪胎高 由於當下並沒有拉起封鎖線 因此有不少的小客車 是強行經過 是噴溅了超高的水花 而且還有車輛 因為一度想闖關 但是這個積水的高度 超過了半個輪胎 導致車輛拋錨在路中間 而這樣子的情形 在高雄市區陸陸續續 都有類似的狀況 持續發生當中 在稍早之前 高雄的燕潮交流道 也是因為有積水的狀況 所以有汽車是直接拋錨 而且不少的路段看到大馬路 是變成了水漫河道的情形 而隨著這個凱米颱風的威力 還沒有消退 在高雄市區來講 下起大雨之後 開始出現有積水的情況了